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林鄭剛跟一班廢官容官出來開了記者會 宣布將會動用800億元的公帑 推行一個補就業計劃 這個計劃會為全港所有合資格僱主 提供五成的工資補貼 每人每月的上限就是9000元 什麼為資格的僱主 就是那些有幫到僱員供強積金的僱主 林鄭還說到這些申請資助的僱主 在接受津貼期間要承諾不能夠裁員 而且資助會分兩期發放 期望最遲會在今年6月發放第一筆資助 預計會為及150萬名有強積金供款的僱員 這個不包括政府、法定機構 或者是政府資助機構的僱員 我們一齊來拆解一下 到底你這個800億元的補就業計劃 到底有什麼漏洞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這個計劃其實是名益的老闆 僱員就只有個體字 那些打工仔女不會因為你推出800億元的補就業計劃 而賺多了錢 只不過做老闆當然會舒緩出糧壓力 因為你承諾幫他出糧半年 但是每人每月上限9000元 大家又可以參考一下 澳門政府今天又推出了一個 100億抗疫援助專項基金出來 其中一項就叫做僱員援助款項計劃 將會向全澳的合資格僱員 一次性發放三個月的援助款項 合共是15000元 這些措施物到位 真真正正落到僱員的袋裡頭才叫做援助的 當然你說援助的老闆 等到他可以將企業繼續運作下去 那你也不用炒友不用裁員 但是問題就是 你發放資助的時間就太慢了 最遲六月就發放第一筆的資助 你知不知道現在很多企業 都處於一個水深火熱的狀態 當經營環境持續惡化下去的時候 他豈不是還要頂上四月和五月 每一家企業實情有兩樣的開支就是僱數 無論運作也好 不運作也好 你都要出的 第一樣就是租金 除非店舖或單位是自治物業 否則每個月都要交租 當時你特區政府只懂得呼籲業主 向那些租客來減租 你都沒有任何寶座 如果生意繼續一落千丈 每一天回去拍烏鷹的開店 他都要繼續立空租 第二樣就是人工 現在特區政府說 最遲六月才發放第一筆工資寶座 有沒有一個僱主 會為了獲取你這筆工資寶座 而百養員工兩個多月 請問你 是不是傻的 大家看看加拿大的政府 人家發放的失業寶座 十天便到位了 十天便進入僱員的戶口 當中 這時候特區政府就說 六月才會有 而且很多中小企已經在吊鹽水 處於水深火熱的狀態 很多僱員被迫放無薪假 我真的想請問特區政府 那些僱主又如何可以拿到 你這個上限九千元的 即是新金補貼呢? 拿一條毛嗎? 他根本上沒有薪 再出給這些僱員 你這時候要拿你這個補貼 也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要僱主先出一份 完整的薪金給僱員 不能放無薪假 放無薪假便不能拿 好了 出了一份薪金給他 然後又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 才可以拿到你這個上限九千元的補貼 那錢也要睡吧 你搞這些事情一定要快速 一定要到位 不能夠再遲 時間是不等人的 企業中小企每一天都要在開支 燈油火納 每個月的租金 每個月的人工 你還說要最遲六月 遲到六月的時候 你看失業率會升到多少 最好笑的就是這個林鄭和羅志光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特區政府 是有什麼施政的邏輯 他們就說 相信這個補就業計劃的措施 不會鼓勵那些僱主炒人 反而還會鼓勵他們請多些人 以獲得更多的補貼 你就愚蠢 人家出街你只會出石油 九千元 那個僱主 如果要拿你這個九千元的補貼 他首先就要出萬八元糧給僱員 最少 因為他何來拿到你九千元津貼 而且他拿到你九千元 他自己也要用九千出來 若然他那一檔根本上已經沒有生意 根本上天天拍烏鷹 他接近他就好 是不是 還等你這個補貼 真是傻 所以你說林鄭和羅志光這些是有沒有邏輯的 還說那些僱主會請多些人 真是發夢 那些中小企的老闆就這麼慘 哪些人會得到最多的益處呢 當然是那些大財團和大企業的老闆 請了幾千人幾萬人 每人每月的上限有幾千元 尤其是這些大公司 他們沒有了你這個補就業計劃 又不會死得去的 又不會炒掉那些人 無論如何都要請一班人來維持運作 再加上這些大財團大企業 財力洪厚 他肯定是可以捱得到 你發放第二筆工資補貼那一天 至於那些中小企 分分鐘明天接埋也不知道 下個月接埋也不知道 你制定所有這些措施和政策的時候 一定是要快捷和到位的 不能夠拖拖拉拉 最遲六月 六月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 你特區政府在做什麼 延微之急就不去解決 一味就把那些無米粥 例如他們說 要表達對醫護人員的認同 所以未來三年就會豁免 12萬醫護人員的註冊和登記費 真是好笑 原來每個醫護人員的登記費 是幾個水 這些就是小恩小惠 這些就是沒有用 人家澳門政府一派都15000元 而且每一個人又有5000元的消費券 至少那些 師奶 退休人士 長者 全部都有份受惠 這些就叫做一體軍殲 特區政府就不是 硬是要採取一些迂迴的方法 曲折的方法 間接的方法 就說要資助那些老闆 那些老闆又要先出了一份糧給他 然後才拿到你的那一筆資助 真是浪費了 這些政策 我也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 然後還有 又說要減港鐵的車費 建議減兩成為期六個月 但是就要從六月才開始 你浪費吧 港鐵特區政府是佔最大股份的 你明天叫他開會議 明天實施還可以 明天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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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星期一 去到六月 現在市民水深火熱 還要等到六月 他還有什麼措施呢 就說 車費門檻的補貼 由四百元減到兩百元 這些完全沒有用 補什麼貼 補貼 補貼不是他 不是你特區政府給錢 我們搭車 而我們要花了那筆錢 後來才可以拿回來 這些根本是愚蠢 學一下別人的澳門街 香港特區政府封澳門關 就這麼厲害了 搞到何一誠特首說 我看新聞報道才知道港澳碼頭封了 別人做這些補貼措施 你就很跟足 別人就是老大哥 在派錢方面 你比別人厲害嗎 林鄭 剛剛上任的時候 又說要搞理財新哲學 又說我們不派錢 現在何老闆登個廣告出來 你就立刻跪下 還要派凸 還要派錢 就搞到補貼有二千多億 我也覺得補就業補企業是沒有問題 你就補吧 但是外國政府在採取工資補貼的措施同時 還會叫那些僱員不用上班 英國和加拿大都在做這件事 14天或者21天 你一旦完結了解封的時候 一天都光亮了 要發作的人就入院 或者已經留在家裡的樹旁 市民就放心 市道就可以復甦 但是你特區政府搞這件事就不湯不水 你現在每人每月上限九千元為期六個月 即是每名員工補貼額就是五萬四千元 現在就是下僱主袋 為什麼你不把這個計劃扭一扭 將這五萬四千元在一兩個月裡發放 直接下僱員的袋子 然後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不要上班了 混在家裡的樹 你混完以後 二十一天好 二十幾天好 今天一天都光亮了 就沒事了 為什麼你特區政府做完 就這麼愚蠢 又要採取這種方法 好了 林鄭還要大言不慘 就宣佈 說行政長官司局長和特首辦主任 在未來十二個月會減薪一成 浪費時間 你這個減薪是在家園之後再減的 你這麼糟糕 你不如把你加了那筆也減掉 你用舊薪的基數來減一成一笨 這些就離譜了 你自己加完薪了 然後又減一成出來 真是愚蠢 全世界都已經在說動薪了 最起碼都要 你還可以加薪 加完又減回 真是浪費 你用回之前的數量減 還說行會成員會跟隨 對呀 不僅要跟隨 不僅減一成 起碼減三四成 葉劉都說要你減三成 減一成 大哥 四十幾萬一個月 浪費 你做一天就等於別人一個月的工資 很多人 對呀 四十二萬一個月 剛才說得意 一天的工資是一萬四元 幾多人 一個月都是找差不多的數字 離譜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